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當學者都很難為 每個位置都有每個位置的思考 不過在這邊我們的陳宥婷同學在哪兒 陳同學想要問的就是身為一個導演的位置 剛剛也講了 我們大量的啟用一些素人演員 我們大量的去呈現了一些比較最真實單純的環境 可是越來越像是場景 你是看了很多次你覺得這個地方就是我要的景 那人呢他比較好奇的是 就是像星空那樣的舞蹈 你怎麼知道就是祂 我要說感覺嘛 感覺嘛 這個 我這麼說這個故事在我的 既然說我剛剛大概就都有這樣 他已經醞釀12年了 從有劇 從劇本成型到整個運作到我整個分鏡全部都畫出來 這個故事已經在我頭腦裡面賺了好大一次 經常就是牧師一直在賺賺賺賺 說到我對裡面的人的樣子都已經有一個初步的一個想法 甚至對我頭腦裡面的角色的性格都有一定的認知 那個東西已經是邏輯已經建立到完全沒有辦法被打破的一種地步 所以當我們去 當我們的Castling去挑選演員的時候 當我們跟他講說 你先挑外型 先挑眼神跟他的外型 然後再試他的口條 如果口條OK以後 就正式就再去做試鏡的工作這樣 當這些人一個一個我們看照片 在看照片在看那些試鏡帶的時候 你很容易就會就好像在拼圖一樣 因為這些人你沒辦法 你很難從他的一個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就判斷他能不能演什麼角色 可是我是在頭腦裡面賺了12年了 所以這些人就好像你也有一塊 這是一塊拼圖 可是這個原來的圖長什麼樣子 我都已經知道了 現在把這些人打上 我要把這一塊放到他該放的位置 其實沒有那麼難 這一塊是對的 我確定這一塊是這個P圖裡面的一塊 但是我不確定它放在哪裡 我可以稍微放在它大約的位置 這一塊先放在大約的位置 然後等到在整個訓練的過程裡面 再慢慢的依照 這個人跟這個人的一些化學效應 就是再去把它重新移一個位置 這樣拼出來 大概是 其實在篩選那些角色的過程 其實大部分都是在確認他們 因為外型都已經OK了 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確認他們的性格 演員的性格 從演員的性格來去判斷說 是不是角色 是不是符合角色性格 因為演員的性格對了 演員的個性對了 你放在那個角色上 他其實不用演 他只要把台詞念出來就對了 所以對我來講 最大的冒險是這些素人演員 可是當他的位置放對了以後 他一點風險都沒有 因為他只要把台詞講出來就好 就什麼都會 其他的照我跟他講 你講到哪句話 你講到哪個位置 你講哪句話做什麼動作 就都對了 就都對了這樣子 其實這個東西也是一個優勢 就是想太多想太久也是一個好處 就是因為想太多想很久 所以那個形狀都已經確認了 而且不能改變了 那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讓這部電影的演員的位置 都放得非常的到位 都放得非常剛剛好 這樣 這樣講有點玄 是不是有點像是媽媽懷孕 懷胎十月 可能現場不認真主 懷胎十月之後 那孩子一生出來 放在運忙 都不用讓你一看 就知道哪一個是你的小孩 這樣 到底是這樣的感覺嗎 只是因為已經太捨了 你知道是不是 那是這種感覺 我真的不知道 可是我真的花很多時間 我知道他們在訓練的過程裡面 他們在南國訓練 他們在台北訓練 可是我花很多時間 是在看他們的排練的那些 在訓練那些錄影帶 以及把他們的照片一張一張 貼在那個白板紙上面 一直在那邊挪動 這個 換到這個 這個換到這個 這個像不像一家的 這個像不像 這兩個人放在影片的外型 看起來 會不會讓人家覺得 有什麼事情會發生 這個人應該怎麼樣怎麼樣 大概是這樣 然後再加上後面的那個 造型 因為我們那個小龍片 就把那些造型給畫出來了 所有角色的造型 通通畫出來 那畫出來以後 然後我們看著那些造型圖 然後再去做判斷去修飾說 對 這個樣子是傳統的樣子 可是我該怎麼把性格跟造型合在一起 性格跟造型合在一起 所以像有些角色 其實我們的造型也幫了我們很大的忙 就是說 透過那個小龍哥的那個造型 那個造型的那個氛圍 然後再去把 再跟他們溝通 這個人的個性是怎麼樣 他是屬於 比如說年輕 這個是 我講 莫娜魯道 年輕的莫娜魯道 跟中年的莫娜魯道 這兩個角色來講 年輕的莫娜魯道 我跟他講說 這個人我希望讓他 他的角色是狂傲 驕傲 很阿拔那個樣子 好像隨時會出事情 隨時會鬧事 隨時會怎麼樣 我會讓他是這個惡性 所以他們就把那個辯子往上綁一點 這樣他可能會跳 感覺這個人是 一個大陸人說不靠平 很不可靠的 隨時會出事 隨時會打架鬧事 那種人這樣 然後 然後 老人莫娜魯道 我就把那個辯子往下綁 然後頭髮長一點 然後年輕的畫面 是 頭髮短一點 然後往上綁一點 跳起來更誇張 這樣 那老人跟他 辯子往下綁一點 然後再加一點白毛 那他覺得說 這個人是有在 有沉澱過的 是 是有壓抑住的這樣 大概是這種 這種東西去呈現 這些人物的性格 你說有像 有些也是 比較 1930年 比賽 怎麼讓他 比如這個頭髮 讓他毛躁一點 有點現代感 還是又讓他覺得說 這個人是 安穩的個性 有兩種 一種是像 摩繞那種 扎起來之後 扎起來之後 這個人很驕傲 另外一種是 是那個 頭髮毛毛躁躁 這種 也是 很不穩定的那種 但是這個人就是 比較 比較深信 是比較浪漫 比較 比較 比較隨便這樣 隨力攀隨力做的那種 那種很性格 然後 那種 乾乾淨淨 就是 有 應該是擁有武力 可是是屬於那種 比較 比較親復 可是有 勢力棒的那種 就是大概 用東西去 再把他們的個性 再更加強 對不對 從造型裡面 再讓他們的個性 更加強 其實在造型上 其實幫得我們滿大的 就是 特別是他們的服裝 再加上很多的線條 讓他們的 就是 剛如果在跟小龍摸通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不要 雖然他們穿的服裝不這樣 可是還是 讓他線條感再多一點 不要 讓他線條感 雖然是一些 不是常常會佩戴的東西 可是佩戴起來 會有服裝的感覺 會讓這個人感覺有精神 不要 不要是 爛爛攤攤的這樣 就設計很多的服裝 把那個煙袋也設計進來了 然後那些刀 被刀的那些線條 把它配成是中式的一部分 其實這種東西 都對於我們角色的 性格的塑造 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所以當你們在看 電影裡面角色演得非常好的時候 有一半以上的功勞 是因為他們的性格剛好是對了 然後另外 另外的功勞 就是那個造型 讓他們的性格更明確的 貼近這個角色這樣 就找了魏德聖 來演魏德聖就對了 我會演不好 因為我會擦鏡 不過剛剛聽到導演講 其實在人物的角色 當然是我們早就已經 在腦中已經 就是已經描繪過千百遍了 所以一看到就說 對就是你了 這就對了 那可是實際上 我們還是有一些 比如說像服裝啊 床錦啊 那些相關的修飾 再去輔助他 所以我們接下來 下一位觀眾要問的 有問題小N在哪兒 花眼所的小N 小N想要問的 就是說在這部片子當中 我們一直要堅持是 在用正統的三個讀語 還是不能讀語 堅持正統的語言 那麼這個語言 在拍片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什麼挑戰 那像是他在呈現出來的 然後又像語言的美感啊 文字的修飾啊 有沒有做一些更改 或者是一些要符合的 就是要符合當成的理事 但是又要符合 所謂的呈現出來的優雅 我們有做這樣的設計 其實對我來講 我是 我比較混一點 我找一個那個 那個族語老師來 然後我就覺得說 是他要負責更快的東西 我說因為我也聽不懂 然後堅不堅持族語 我只要堅持是族語發音 然後標不標準 其實我並沒有那麼的堅持 因為我覺得 這基本上就是 朱尼老師的功課 然後 你只要點頭我就OK 這樣子 你只要認為說 他說的對 就OK這樣 那因為我要哭的事情 已經太多了 沒有辦法再去說 他講這個標不標準 甚至我有時候 都還會說服朱尼老師說 操不久了 因為好多的 我已經被吸引得那麼好 因為有一兩句講錯 就覺得 對 但是他還蠻堅持 每個東西都已經要堅持 這個 甚至 甚至有時候 有時候 你開始是更誇張的截指 連槍調都要對 那我槍調對 其實很麻煩 那個詞 對就已經很厲害了 槍調對 因為你現在跟我講話 我說你用北京槍講 你北京 槍是每個 槍每個轉一都要轉出現 我真的太難了 因為這個會 到底創下 其實 槍遠這部電影 我覺得 他這部電影 除了一部好電以外 他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 他認為是 應該說 用原住民發音 排排像的一部電影 這個是會創下一個 歷史 而且他的意義 不是只有電影的意義 他對原住民的語言的話 絕對是 很正面 絕對是 一個 很困 讓觀眾 認識這部電影 自明之外 真的想 賽德烏尼 也許幾十年後 就慢慢消失 那時候大家 還看到這部電影 聽到賽德烏尼 我想那時候 應該有很多人的教練 我覺得是這樣 那當然 至於 因為演員不一定都是 賽德烏尼 是 泰亞族 也有 如果 還比較接近 那賽德烏尼 當然就 像泰亞族人來演 講賽德烏尼 會有腔調的問題 那 這個其實只有 賽德烏尼 也是以前的口音 一般人來聽 那 我舉例說 像戲院那個小孩叫 R1 那如果是 泰亞人的口音就是R1 這個 這個大概只有賽德烏尼 本身 能夠感受到 那這個其實 我是覺得 能夠做到這樣 已經不簡單 這個 因為 大家知道 演員本身是泰亞族 他去學賽德烏尼 基本上也是 完全從學 這是一件 非常幸福的工作 那主委老師 一開始他 當然很堅持 也這個 也這個 強調都要堅持 可是事實上 最要其實 電影 電影 那個可能戲 大文 裡面的 講的話 標誤要很重要 所以他最要 我們主要就是 這一次的 第一次 我 比如說 因為那個 被那些 因為我們有一半的演員 是泰亞族的人 他們 他們其實對於賽德烏尼幾乎是 是要從頭背到尾 那種 那種 特別是演 莫拉魯拉那個 他們是從頭到尾 畫很多 然後他又是泰亞族 然後他又快五十歲 你說這種年紀 要背那些台詞 其實有類 你們覺得背台詞 我有 我拍一些過程 其實對你們在背 因為有 是有一句 幾句話 一直背不起來 一直 一直卡住 我那時候 有點生氣 但是我不敢在 你們面前生氣 我怕他們會有壓力 我就是 氣到旁邊 等他們在背後 跑到旁邊去踢死我 所以三天 對不起 在那邊 氣這樣子 可是 當後來之後 我在想 幫我們試一下 如果說 你們覺得背台詞 很容易的話 那邊那個 孩子啊 你們來進的前 還能夠走過 美麗的彩虹橋嗎 這句話 你們費大概很久時間